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趙薇被封殺的消息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大家迄今為止還在推測 他究竟犯了什麼事 才會招致滅頂之災 也有人說是習近平要收割韭菜 有人說是涉及中共內斗 也有人說習近平要整頓娛樂圈 眾說紛紜 不過 在我們看來 大家說的都對 但又都不全對 今天 我們將根據一些重大的線索 拼圖出習近平封殺趙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在漢語中 有一個詞叫做 世事如奇 意思就是說 世界上的事情都像奇一樣 變化莫測 不過 天下沒有偶然的事情 所以 我們只有從趙薇被封殺的這部奇的 不同尋常之處入手 才可以看懂他的玄機 明瞭背後的真相 趙薇的這次出事 概括起來有兩個不同尋常之處 第一就是 俗話說事出有因 比如 最近中國娛樂圈出事的人很多 像7月份的吳亦凡是因為涉黃涉毒被拘 8月份的鄭爽是因為陰陽合同 涉嫌偷稅漏稅被巨額罰款 但是 趙薇就完全不一樣 8月26日就突然被大陸的各大影音平台下架 個人和公司的社群帳號也全被封鎖 人也像瞬間蒸發一樣 但是官方卻沒有給出任何罪名 第二 趙薇出事後 至今都沒有商業品牌出面聲明 和趙薇切割 也沒有人宣布代言解約 最多只是默默地在代言品牌的官網上拿掉他的照片 朋友圈也大多悄悄地刪掉了和趙薇的關係 由此可見 趙薇事件非常敏感 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但這些不同尋常之處 恰恰讓我們感覺到 趙薇所犯事情之巨大 牽連極廣 既非娛樂圈這麼簡單 也非金融圈這麼單純 那麼 趙薇究竟是因為什麼 讓習近平對他痛下殺手 又是什麼事情讓中共如此諱莫如深 不露半點風聲呢? 半個月前的一條華爾街日報的消息 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8月14日 美國的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 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 說 習近平是全世界開放社會的最危險的敵人 而全體中國人都是他的受害者 這篇文章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我們仔細的閱讀了這篇文章後 發現了兩個重要的詞彙 就是世界觀和信仰 在文章中 索羅斯對習近平的世界觀 作出了尖銳的批評 他把習近平稱為獨裁者 認為習近平坚信中國共產黨 應該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 索羅斯還認為 習近平的信仰和行為之間 以及他想讓中國成為超級大國的公開聲明 和他作為國內統治者的行為之間 存在著衝突 索羅斯公開批評中共黨魁是相當罕見了 而對於習近平的世界觀和信仰提出批評 更是前所未有 難道是索羅斯突然大發慈悲 為中國人民的苦難鳴不平了嗎?當然不是 為了搞清楚索羅斯的意圖 我們就不得不說一下 索羅斯的背景 以及習近平最近又有什麼新動作 索羅斯被認為是沼澤的大管家 他以世界經濟論壇作為宣傳的平台 通過他的慈善基金會操縱全球的政治生態 達到他在世界範圍內推行的全球主義的目的 而他背後的視力就是神秘的羅斯朝爾德家族 我們再來觀察一下習近平最新的動作 在意識形態上積極推行馬克思主義 我們通過谷歌搜索 習近平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講話 就高達了915萬條之多 而在行動上收緊了對阿里巴巴、騰訊、滴滴出行、 京東等科技公司的監管 收緊了對娛樂、教育、金融證券等行業的監控 同時封閉國門搞運動 外界稱之為搞文革2.0 特別是在2021年5月到8月之間 中共的求使網和新華網 連續在首頁發表了習近平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論述 習近平認為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 指明了人類尋求自我解放的道路 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 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 可見 習近平在骨子裡 是一個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者 那麼 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 和索羅斯推行的全球主義 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衝突呢? 而這一點可能也正是 我們揭開趙薇被封殺的深層原因的一把鑰匙 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 我們要先說一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以及和一個神秘組織的關係 馬文·安特曼是一名美國正統猶太教的拉比 長期擔任美國最高猶太教教室法庭的首席大法官 他對17、18世紀猶太教的假彌賽亞運動 和其相關的異端邪說以及馬克思有深入的研究 並且寫成了一本書 叫做《清除馬克思主義鴉片》 在中世紀 猶太人受到歧視和迫害 他們希望有一個彌賽亞能降臨到世間拯救他們 所以當時一時間出現了很多假的彌賽亞 其中就有一個人叫沙巴泰·澤維 1626年 這個澤維就告訴他的信徒們 作惡到極致就可以得到救贖 那麼當時的土耳其國王蘇丹就把沙巴泰抓了 給了他兩個選擇 要麼就是殺掉他 要麼要他改信伊斯蘭教 於是 沙巴泰就改信了伊斯蘭教 沙巴泰的叛教讓很多跟隨他的信徒信心破滅 但是 還是有一些堅定的追隨者流了下來 這一部分人堅信 沙巴泰的叛變 實際上是為了實現彌賽亞的承諾 也就是說 不管表面上信什麼 只要內心認為沙巴泰是真正的彌賽亞就可以了 在沙巴泰死後的50年 1726年 波蘭猶太裔的領袖雅各布·弗蘭克誕生 他號稱自己是彌賽亞 並且結合了沙巴泰的邪說 延伸出了沙巴泰·弗蘭克主義 他告訴信徒們 他有超能力 只要信奉他 他們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在興奮沙巴泰·弗蘭克主義的人中 有兩個最著名的人物 一個是卡爾·馬克斯 另一個是麥克·羅斯查爾德 1776年5月1日 一個名叫亞當·魏薩普的年輕大學教授 在羅斯查爾德等歐洲大資本家的資助下 在德國的巴法利亞成立了光明會 也叫做光照邦 魏薩普自己做了第一任幫助 而這一天就是國際五一勞動節的由來 他們的原教旨就是奉行沙巴泰·法蘭克主義 表面上是宣稱建立世界新秩序 實際上就是要實現魔鬼撒旦的教義 到了19世紀 光照邦成立了正義者同盟 後來改名叫做共產主義者同盟 馬克斯被共產主義者同盟雇傭成為了他們的携手 在法蘭克主義的理論基礎上 在1848年整理出了共產黨宣言 到了20世紀初 光照邦訓練了列寧 讓他到俄國推行共產主義 暴力奪取政權 俄國的十月革命之後 馬克思主義又進入到了東方的中國 周恩來也是那個時候在德國參加了光明會的活動 而在西方 光明會滲透到了各個組織和政府部門 他們掌握了貨幣、情報、軍工、能源、媒體、教育和娛樂業 他們把各國的政府和組織連成一片 形成了一個隱形政府 控制著世界實現假彌賽亞的政治使命 根據龍亭的共產黨的秘密起源 光明會寄生在共濟會組織裡 但又是互相獨立的 所有的光明會會員都是共濟會會員 但不是所有的共濟會會員都是光明會會員 共濟會只是一個掩護 所以到了現在 外界很難分清他們的真實身份 但都是以共濟會的形式出現 談到這裡 大家也許就清楚了 魔鬼撒旦走了兩條不同的路線 一條是在東方推行馬克思主義 另一條是在西方推行全球主義 不過 雖然是同宗 但因為爭奪最高統治權 他們也是一直在互相鬥爭 而到了現在 這兩條路線上有了兩個檯面人物 那就是興奮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習近平 和推行全球主義的喬治·索羅斯 最近 網絡上在熱傳 趙薇、馬雲等人是共濟會成員的傳聞 而且還曬出了他和馬雲在一起的照片 做了一個共濟會的手勢 趙薇是不是真的是共濟會的成員呢? 我們沒有辦法證實 但我們從有限的信息中提取了相關的部分 也許可以幫助到大家拼出一個清晰的版圖來 2014年4月 就在阿里巴巴在紐約上市的前五個月 《華爾街日報》報導了一條消息 說 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已經任命歐洲商業銀行羅斯查爾德集團為其財務顧問 準備在美國進行數十億美元的首次公開募股 羅斯查爾德集團 他們的資產據稱是阿里巴巴的2000倍 為什麼要扶植一個中國的電商巨頭呢? 確實是讓人浮想連篇 而馬雲曾經說過 誰掌握了數據 誰就掌握了未來 在習近平看來 如果是阿里巴巴掌握了中國人的數據 並且為外國人所用 甚至是代理外國勢力 那麼馬雲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說到趙薇 他和馬雲的關係非同一般 儘管他們都對外宣稱 消亡有限 但不爭的事實就是 馬雲是趙薇女兒的乾爹 而趙薇的新加坡籍的老公黃有龍和馬雲私交極深 黃有龍在趙薇和馬雲之間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 我們看一下趙薇的人生軌跡 就感覺到相當不簡單 他從1998年出演《華諸格格》開始 在短短的23年內 就成為了一個跨界明星 涉足娛樂界、政界和商界 甚至在國際上都有相當的影響力 如果沒有背後勢力的運作 很難想像 就我們所知道的 趙薇和國內、國外 有權有勢的人的來往 比如馬雲、江澤民的國師王林、美國的希拉里 他也購買了法國路易十三的葡萄酒莊園 他熱衷於慈善事業 被列為2020年的 十大慈善明星之一 而且 他還樂於炒股 是上市公司的股東 曾經還一度被稱為是中國的女版巴菲特 如果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 趙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尤其是在習近平的眼裡 趙薇會不會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呢? 習近平自然不得不防 有消息說 在八十年代之後 中國對外開放 從港台等途徑展開的 娛樂演義的合作導致大批共濟會旗下藝人走紅中國 並且不斷影響著當今的中國社會 我們再來看習近平 他要在中國推行馬克思主義 實行獨裁統治 又怎麼可以容忍別的思想在中國盛行呢? 又怎麼可以容忍外國勢力對他的獨裁統治構成阻力呢? 今年7月1日 習近平發表了長篇講話 而最讓外界記憶深刻的只有一句話 習近平說 中國絕不允許外來勢力欺負中國人民 很多人都理解為是美國對中共的制裁了 但在我們看來 不只是美國 而且還包括了在國內的外國代理人 這些人在社會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直接影響了習近平推行的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思想 當然了 習近平也不玩遊戲 他既不會說 也不能說 就直接下手了 於是 我們看到了吳亦凡被拘留 也看到了趙薇的被消失 而對於習近平的做法 索羅斯自然是清清楚楚 也明白前因後果 所以索羅斯衝到了前台 連續公開批評習近平 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後 我們順便說一下 什麼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 簡而言之 就是奉行階級、階級鬥爭 和無產階級專政 作為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 習近平要在當今的中國推行文革2.0 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當然了 現在只是開始 未來也許會有更多的人 娛樂明星、大科技公司 以及富商被封殺 好了 今天我們就先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